我自己一個人來到新疆 快快快快 剛才去了外面洗手間 全部一起在外面洗手間 新疆就是最好的天然洗手間 這些工廁太臭了 我們還是要去最天然的洗手間 新疆的蝦蜜瓜好像很出名 這個吃多甜 是不是很有風味呀 現在到邊吃到蝦 垃圾現在已經6點半了 快要7點了 天還是這麼光 今天是中秋節 我的遺憾就是我沒有打過月餅來吃 今晚要自己去立賓館想一想月 看看新疆的月亮 大家中秋節快樂 因為九月尾是動物轉場的季節 所以一路上會看到超級多動物 從北方到南方準備過冬 由五彩城到可可托海那段路途 真的很遠 坐了很久 中間我們會經過可可蘇里的地方 今天有太陽拍著 很美 很美 九月十五中秋的月亮 其實我們下來是想看這些馬 和羊 你看一大片都是 這一間就是可可托海的COCO酒店 這個單人房 二百八十元一晚 如果要住雙人房的話就貴很多了 今晚中秋節 我們這個團想一起去後花園上月 和吃月餅 因為我上機沒有什麼 所以我就不拍了 明天再見 各位早晨 今天是九月十六號 我們來到可可托海的風景區 入口這裡是非常美的 有一片花海 很美啊 你看看 超好看的 你看 站在這裡拍真的超好看 這個畫面 是不是很美啊 這個畫面 對 這些花園面全都是露珠的 這裡都頗潮實 它是一個國家的地質公園 進去是要坐半小時的接駁巴士 我們下車這裡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我覺得 這個就是神中山 現在這個秋天 這些樹開始變黃 你看到嗎 好 我現在決定自己一個人留在這裡 等我其他的團友一起接反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可托海有點無聊 不太厲害 好像一條街路一樣 有一條路讓你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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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真的有點無聊 而且可可托海 不要被這名字騙了 它不是一個海 它是一個山林 因為導遊說 以前可可托海為什麼叫海呢 就是有人發現 在戈壁地大多了一片綠色的海 戈壁地大很乾燥沒有樹 突然有一片這樣的地方 所以改了個名字叫可可托海 你们回来没有?我不想再走 这些景色看来看好像一样的 河河托海,苦陷一几 刚才坐那个观光车,我们是坐巴士 现在是坐这些露天的高椅乌球车 你看我的乱饭 帽子都不戴了,不然飞走了真的 这个车要坐半个钟了 我刚才坐了一辆大巴,很安全 现在坐这辆车,飞车要飞半个钟 很爽啊,我最喜欢刺激的东西 我命太冷了,这辆车风太大了 所以我马上拿着鱼翁去当我颈巾 我终于下车了,你看我的头 我的头已经乱到闭到 而且风不停刮你的面子,好像觉得自己的面子都麻了 好嘴 午餐时间到,登登 酸辣白菜饭 外加一个羊肉串 其实在这里真的没什么吃,每天都只吃这些 买email,拜拜 哇,你看这个 新疆大饼 这样一块大饼要多少钱呢 五块,好便宜啊 超大的,脸那么大,你看 比脸还大 对,如果虫油可以吃这个就饱了 又便宜 下午的大饼已经走完 我们今天的行程 所以我现在要搭车 去今晚的奔 其实大家常常看到西藏,新疆 这些美景 但是大家不知道背后 要搭车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如果很舒服 其实在车上睡觉就OK 如果有些睡不着的那些 就真的都很开心 所以大家 才合心着 哇哇哇哇哇 我们下车去撿羊 哈哈 说笑话,下车去看羊 前方这边有大炸羊 Can you see? 所以我们特意下车呢 给小饼 说个hi 好大啊,是不是很凶 傻傻的 我去拍一下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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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元一个人 拍出来为什么这么黑 如果有人跟我分享的话就好 所以我不需要每晚 自己都给280元住 整个女孩拼就可以省下 大概成2,000元的人 啊 啊 so sad 算了,自己一个人来早上就是这样 那你不要看 我们续置的真相同 Say hi 嗨 嗨 嗨 他们下车很像是要来聊聊 我不尿尿就看看這個海 不知道為什麼新疆這裡會突然出現一個海 師傅說今天要帶我們去吃魚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蒙古包 原來他們是餐廳 說這裡是有冷氣設備 讓我帶大家看看這些蒙古包餐廳是什麼樣子 挺漂亮的 我覺得這裡超漂亮的 很有風味 還可以休息 很神奇啊 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現在要出去 因為我的團友現在在捉活魚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蒙古包 很多間餐廳 好正啊 他們現在是在抓魚嗎 師傅這是什麼啊 這個屋子 空窩子 住人的 漁民住在裡面 就是當年以前住的 現在當然不是 現在他們不通 哎呀不行啊 鎖住了 你有沒有聽到那邊的陰謀 好像很有feel 哇 這些包箱更好看啊 哇 這些包箱更好看啊 哇 那些水很清淡啊 你看看 看到了下面的東西 每一次來到這些很漂亮的景色 我都很希望可以跟我外人分享 或者很希望他在身邊可以一起看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 出名的水果就是新疆蝦蜜瓜 吃魚之前來一塊 哦 超甜啊 昨天和今天吃的蝦蜜瓜都很甜啊 所以大家來新疆一定要吃新疆蝦蜜瓜 不過蝦蜜瓜真的很甜 他們在拍照 很開心啊 氣氛很開心 14公斤半啊 你釣的嗎 你在那裡抓的吧 不是 你在那裡有魚塘抓的 快拿去煮啊 耶 很難得有魚吃啊 因為新疆通常不是吃羊 就是吃牛 一說牛就見到牛 哎 牛牛 然後我都是甘牛做的 現在又坐車去 我的夢啊 不然現在外面有很多東西看一看 駱駝 哇 這個好大隻 你看 白駱駝 對啊 白色的 遠處還有 哇 有錢在那邊 現在又倒下來了拍羊啊 羊很聰明的 他知道有人來 我們就會超超地跑走了 你看看 一直走走啊 哇 今天看到應該 應該有幾千隻羊 幾千隻牛 我想這隻真的超多 整個山頭都是超多 我們現在終於到了 黃木的一部分了 在車上一張眼一閉眼 就已經看到 小許金黃色的秋天了 很漂亮啊 不過它還不是最黃 希望那幾天會好一點 那我們又搭了N那麼久的車 終於終於來到黃木村 新疆其中一個很有特色的食物 就叫做烤蠢羊 或者是活宰羊 我們今天就會吃的 如果你是不喜歡這種行為的話 我希望你跳過這段影片去 我帶大家看一下這個村落 這裡的人就是住著這麼原始的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也來體驗一下 原始的生活 它沒有都是羊啊 總之今天就是 明天也是羊啊 是燃肉攤 不行了 我覺得我應該不行了 我只吃了四吋羊肉串 然後喝了半羊肉湯就不行了 我很怕腥味夠不夠 現在吃飯都很腥 以前我試過吃肥沾這隻雙人肉 然後吃到半夜牛 所以我真的不受得很腥 早安 早安 本來他們今天 啊 這是 早安 本來今天早上 是要七點鐘出發去看日出 但是我有探睡 睡過了 沒有去 現在是九點半鐘 那我就自己去探索 我這個旺木的景區 樹開始有變黃一點 但是味道超級金黃 看起來吃 嗨 這就是白花蓮 有馬喝水了 黃木和哈拉斯的金秋 是我夢想想要看的景 不過我覺得現在還不是很金秋的時候 那些葉不是真的很黃 好累啊 我們爬上來了 樓下就是黃木村了 我爬上去最高去啦 最高去看起來很多的 後面的小木屋就是我們住的小木屋 最高速看是挺漂亮的 但我前面那個角度是最佳的角度 那我要去選擇最佳的角度 那你注意他那件衣服要多少錢啊 好像很好玩 啊 逆光了 啊 這裡拍 這個就是黃木村 我現在站在石頭上面了 好害怕啊 不敢動了 看 對 不要動太多了 這個就是馬道可以騎馬上來的 我以前在雲南都騎過馬 其實騎了一個多小時 然後回到屁股這裡生了一顆瘡 本來我不是跟這10個台灣人一起來的 因為我本來是想著跟5個台灣的年輕人一起來的 他們就想著在黃木這裡騎兩日馬 騎到哈拉斯 我其實覺得也挺好玩的 挺特別的體驗 因為你騎兩日馬的人真的很難會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他們最後拋棄了我 所以就不能騎馬了 所以如果要騎兩日馬的話應該要穿10條褲 然後才不會屁股開花 嗨 馬馬 好帥喔 黃木 哈拉斯和白哈巴 三個地方都是住這些小木屋 不是住一些文明的賓館 住一些自然生態環境 所以我剛才趁現在入口 我就洗了一個頭 昨晚都沒有洗澡 我只是洗了下半身 洗了一些腳 然後打算這兩日都不洗澡 之後兩晚都不洗頭 所以我現在把握了最後機會洗頭 然後第一晚很傻 不知道黃木 原來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沒什麼做研究 所以整個行李拖進來 其實這樣對行李不好 因為路很差 會拖壞行李 現在我們剛才撿了一袋 撿了一袋 用兩天的物品 今晚就去哈拉斯 這裏昨晚溫差真的太大了 我都睡到凍醒了 所以我自己今晚 要將我所有的口衣物穿上 我們現在是下午的11點多 我們在這裡等吃飯 你跟這個狗 你跟這個狗很朋友 對對對 你這個回去要怎麼做 回去回去放在youtube上面 你不剪接怎麼剪 要剪接啊 那人要剪接 他們說要看我youtube 回到去 他們在台灣搜我youtube來看 有一點失策的就是 我沒有帶毛巾來 所以我剛才洗完頭 都這樣擰走水 和落紙巾 很失策啊 很失策啊 現在要看太陽光下面 等頭髮光才行 是不是很原始啊 這個生活 其實我都 真的不是太抗拒的 但我覺得ok 你幾個晚上ok 不在這裡長住就ok 我現在要拍一拍我昨晚住的房 就是住這些小木屋 這樣的一間小木屋 成為380元 裡面就有三張床 然後就有一個廁所 這個廁所是可以洗澡的 不過來到這裡都不想怎麼洗 就相信我 吃完最後一頓的中午飯 又是吃羊 那隻羊我們問了價錢 即燒即燒 2400元人仔 哇都幾貴 幸好我們有11個人 就是圍滿每人200多元 那我們今天就吃手抓飯 也是這個 這個跟昨天一樣的羊 還有這個手抓飯 這個飯好像很好吃啊 我覺得啊 這個飯很好吃啊 好油啊 確實有一點羊肉味 但是不是太極了 我再吃這個飯好了 羊肉 不要吃太多 吃一兩塊 我已經吃了半個飯 其實這些飯就是羊油飯 好像雞油飯 不過是羊油 好吃 吃完飯之後我們就準備出去了 我們去看看 現在要離開這個黃木村 再見啦 再見啦 想重溫第一集可以按左上角 如果想多看一些相片 或者找我可以去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search家人師 讚好訂閱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